越野的时代来了吗 今天我们来看长城的新车 GWM坦克300 很多朋友都非常期待的长城坦克300 终于正式来到马来西亚 你说他正式发布吗 不还没有 他只是先拿一批进来做preview而已 我刚才偷偷问了一下负责人 他们第一批预计会拿个五辆进来 然后因为是完全CBU的关系 售价据说是250千上下 那有兴趣的朋友 如果你budget没有任何考量的朋友 上了不要等 长城坦克300的特点是什么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他的外形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粗犷的硬汉造型 这个造型你可以联想到什么 往上联想你可以想到GWagon 可以想到Jeep 往下你可以想到我们的小GWagon 就是Suzuki Jimny这样的造型 这个造型非常标志 而放在长城坦克300上呢 他同时兼具了一点豪华感 同时又兼具了那个非常粗犷的感觉 他是真的有越野功能的 你看他的宝杆的配置 他的粗状设计在看他的进入角跟离去角 他整个设定方向是非常越野的 圆形的头灯再加上打横的日行灯 整个造型要年轻有年轻要帅气有帅气 然后动力配置的部分呢 他采用的是2公升的直列四缸涡轮增压汽油引擎 输出的马力218匹扭力峰值380Nm 搭配的是八速自排的变速箱 而且最重要是什么 他当然有全14轮驱动 身为一辆专业的越野车 后面当然要有被载式的备胎呀 而且他的备胎 直接跟他的原型车一样 265 60 R18 Michelin Primacy SUV 诚意满满耶 坦克300有厚雨哨 然后非常粗犷的造型 尾灯直列状的设计很好看 4WD非常饱满的这个饱感 哇塞最重要是尾门是侧边打开的 然后你打开之后发现他的容量是有的哦 你可以装载的东西其实不少呗 然后你看你出门off route 就是要这样子坐着啊 然后可以放一些东西 还可以有挂钩 还可以有网状的设计 这个设计哇塞 这太赞了吧 椅背可以做六四 倾倒 简简单单 因为皮革座椅质感太饱满的关系 他没有办法做全躺平 但是你作为增加收纳容量 是非常好用的 上车有握把 因为他车身高度有 离地间隙有 又有踏板 所以你上下车 嗯是一辆真正的越野车 然后你在车里面看到什么 第一 他的carpet是这种rubber carpet 所以你有泥啊有砂 你全部都不怕 至于内装的部分 很奇妙 他这么一辆hardcore的车型 里面竟然意外的豪华舒适 他的皮革座椅的材质 哎很好 真的超好的 然后你看这些 冷气出风口两个USB 然后下面收纳格 虽然上面是硬直塑料 但是音响是用harmon infinity哦 中间有皮革 然后手把皮革 再加上有揉露的锚钉设计 所以整体的设计哦 都是就又豪华又hardcore 车门开关的开口 OK大小OK 质感OK 哇这个橙色也很OK 哎坐在这辆车上我以为后面会比较不怎么样 可是其实坐起来很舒服勒 镂空一点点长度够 哇这辆车250千 如果你讲真的 你一百多千原价好像一百七是吗 你买gymni的话 不用想了真的直接上这辆2.0 turbo勒 你讲比 好驾驶舱啊虽然不能开机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荧幕是双屏显示 然后面积非常大 质感用料OK 皮革 然后硬直塑料 然后有扶手 驾驶盘意外的高级 那我们的时间有限 我们简单带过 有个无线充电座 然后它的整体中控的设计 都是非常高科技感 然后同时有豪华感 靠手自卑驾啊这些 全部因应俱全呢 真的这辆车我真的据说据说 有媒体车可以试驾 可以做完整的拍摄 所以我们到时再跟大家分享